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看排列 我们A.3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回过头来讲A.2排列 将五种不同的酒 大陆三个不同的酒杯中 如果规定不得有空杯 杯中之酒不得混合 也就是它给了你这两个限制条件 而且各杯中之酒亦不相同的道法有几种 总共就是有三个限制条件 那这种题目就是一个相依物不全取 做直线排列的题目 也就是它现在就是有五种不同的酒 然后我们要取出 三种出来 然后把它做排列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它是要等于五阶层 然后除以二阶层 也就是等于六层 那这一题还有第二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就是 但是我现在先假设这是假酒杯 那第二个酒杯我把它叫做乙 那第三个酒杯我把它叫做饼 这样 那那呢 假酒杯它有几种选法 它有五种选法 也就是C五选一 那以酒杯有几种选法 你看 它说各杯中之酒都要不相同 也就是说呢 既然假已经选到一种酒了 那所以呢 乙呢 就只剩下四种酒可以选而已 也就是呢 C四选一这样子 那接下来饼 饼酒杯它有几种选法 你看 假跟乙都选了一种酒了 所以呢 只剩下五减二种酒可以选 所以呢 饼呢 它只有三种酒可以选 然后选出一种了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乘上这个 然后再乘上这个 就可以得到答案是60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范例 某地共有九个电视频道 将其分配给三个新闻台 四个综艺台 两个体育台 共三种类型 如果同类型电视台的频道要相迷 而且前两个频道保留给体育台 那么 频道的分配方式共有几种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说 同类型的电视台的频道要相迷 也就是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三个 新闻台呢 看成是同一个 还有把这四个 综艺台看成同一个 还有把 两个体育台呢 看成同一个 这样子 然后呢 他说 体育台 要排在最前面 所以呢 我们现在 把图画一下 这是第1个体育台 这是第2个体育台 那他排在最前面 我把他排在最左边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要把他看成同一个 因为他说同类型的 频道要相迷 然后 一样的道理 这边 新闻台有三个 新闻台三个 我们也是看成同一个 然后呢 综艺台有四个 我写四个重 这四个综艺呢 也要看成同一个 这样 然后呢 你看 他说体育台 一定要排在最前面 所以呢 体育台 已经不用排列了 我们现在呢 只能排 这一个新闻台 还有 这 一个 综艺台 那新闻台 跟综艺台呢 他们可以调换顺序 所以呢 有两种排法 这样子 那而且呢 你看 这三个新闻台呢 还可以互相排列 所以呢 可以乘以三阶层 那一样的道理 这四个综艺台呢 也可以互相排列 所以呢 这边要乘以四阶层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这两个体育台呢 这两个体育台呢 可以互相排列顺序 所以呢 要乘以二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576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范例 他说 这六个人 要排成 前后两排 来唱歌 那每排呢 均为三人 而且阿吉呢 一定要在前排 那么这六人 共有几种排法 我先把图画一下 他现在呢 就是有六个座位 那前排呢 有三个座位 后排呢 也有三个座位 这样 然后呢 他说阿吉 一定要在前排 也就是说呢 阿吉 他可能是在 这里 这样 那前排 剩下的两个座位 前排剩下的这两个座位呢 有几种选法 当然是 西五选二 为什么是西五选二呢 因为呢 你把这六个人 扣掉阿吉以后 剩下五个人 也就是说呢 这两个座位呢 可以从 除了阿吉的 这五个人里面呢 选出两个出来 来坐在 前排的 这两个座位 那接下来 你选完了以后 你选完了以后呢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还可以跟阿吉 来做排列 所以呢 要乘以三阶层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后排 这三个座位 有几种选法呢 当然是 西三选三 为什么这里是三呢 因为呢 我们前排呢 已经选出来三个人了 所以呢 这六个人里面呢 就是还剩下三个人 可以来坐 后排的这三个座位 那所以呢你现在把 这三个座位 都填完以后 然后呢 因为这三个人 还可以做排列 所以呢要乘以三阶 这样子 所以呢 我正比 就是要结一个三阶层这样子 所以呢答案就是360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范围 他说要用0 12 345 这六个数字 来排成 三位数 而且呢 数字 不重复的 共有几个 那这一题跟我们 前面这一题 长得很像 所以呢 做法一 做法二 请各位同学自己看 那我们这一题呢 老是在介绍另外一种方法 给各位同学看 也就是做法三 做法三呢 是分类 也就是呢 我们知道 百位数呢 不能排0了 这是十位数 那这是各位数 这个是百位数 百位数不能排0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定会想到说 分成两种情况 也就是呢 有选到0 还有 没选到0的情况 这两种 那有选到0 我们现在有选到0的话 那么 十位数跟各位数有几种选法 就是有 C5 选二种选法 也就是从 12345 这五个数字 选两个出来 来填 十位数 还有各位数 这样子 比如说 我选 2跟3好了 那么呢 现在就是 0 23了 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0 23来做排列 排列以后就是会有 三阶层种排法 但是呢 你要扣掉 这个百位数字是0的情况 也就是呢 如果百位数字是 0的话 那么 23来做排列就是有 二阶层种 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 C52 乘上三阶 减掉二阶的话就是 10乘以 4 得到4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没选到0的情况 也就是呢 我们现在 白位数没有0 10位数也没有0 哥位数也没有0 所以呢 这一个 这一个三位数呢 他有几种选法 他就是 现在呢 可以从12345这五个数字里面呢 选出三个来 来填 百位 还有十位 还有个位 这样子 那既然你选了 三个数字的 那这三个数字呢 当然 还可以排列 所以呢 乘以三阶层 所以呢 你可以得到 他是要来 等于60 所以呢 40加60 等于100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二小题 其中 可费 三整除的 共有几个 也就是呢 他要你求 这100个里面呢 有多少个 能费 三整除 那现在呢 我们先把 这6个数字呢 把它分类 什么分类呢 我们1被 删除以后 的余数分成3组 也就是呢 我把它分成 03 1425 这样 03这一组呢 就是被删除以后的 余0 那14这一组呢 就是被删除以后的 余1 那25这一组呢 就是被删除以后 余2 这样 接下来 我们的做法呢 就跟做法三类似 我现在 把它分成两种情形 第1种情形呢 就是有选到0的 第2种情形就是 没选到0的情形 这样 那你看 如果我有选到0的话 那么呢 剩下的两位数 你要怎么选 你现在选到一个0了 那你剩下的 这两位数 你要怎么选 你当然是 这一组要取一个出来 还有这个要取一个出来 这样子 你取出来的 这三位数呢 才能被删整除了 不信的话 你看 我如果 这一组 把他取4的话 然后呢 这一组 把他取2的话 你看 这样子 0、4、2 他可以被三整除 没有问题 所以呢 那我们如果有选到0的话 我们呢 就是 从 1跟4里面呢 选一个出来 也就是 C2选1 然后呢 2跟5 我们也是要选一个出来 也就是 C2选1这样 那你选出来的以后呢 比如说这个例子 那这三个数字呢 可以做排列啊 也就是 三阶层种 但是呢 你要扣掉 百位数 0的情况 那百位数是0的话 有几种情形 当然是 2阶层种情形 也就是 4跟2来做排列的话 就是有 2阶层种 这样子 所以呢 等于是6 那接下来我们来考虑 没选到0的情形 没选到0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 选一个3 我把它写一下 这是 百位 这是10位 这是个位 那我选一个3的 这个3是一定要选的 也就是呢 这三位数 一定要从 这一个取一个出来 还有从这一个取一个出来 还有从 这一个 取一个出来 也就是你要从 这三组里面 每组都要取一个数字出来 这样子 那既然你没有选到0的话 你一定要 选3的 不信的话你看 你现在如果 这一组 你不选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这一组你都不选的话 你现在如果选说 142 142有没有可能 被3等除 当然不可能 所以 这样子就错了 也就是说呢 一定要 每一组 都要 拿一个数字出来 这样子 那既然你没有选到0 所以呢 你一定要 要选到3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呢 还剩下 两位数字要选 这两位数字呢 我们就是 从这两个里面 选出一个出来 也就是 72选1 然后呢 还好要从 这两个数字 选一个出来 也就是 72选1这样 那你选完了以后呢 比如说 这一组我把它选 1好了 那这一组我把它选 5好了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这三个数字呢 还可以做排列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还要再乘以3阶层 所以呢 等于24 那你把 这两种情形呢 加起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一节答案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翻例 5男生是女生 依下列情形 才成列 方法 各若干 第1题 男女相间隔 这种 要间隔的题目呢 你就是 先排其中一组 然后呢 接下来 再把剩下的 插入 比如说在我们这一题呢 我们先排男生 也就是呢 这代表第1个男生 这代表第2个男生 这代表第3个男生 这代表第4个男生 这代表第5个男生 这样 那这5个男生呢 就是有 5阶层种排法 然后接下来呢 他说男女相间隔 所以呢 女生呢 女生呢 一定要插在 男生的中间 也就是呢 女生呢 他们一定要 在这4个 打插的位置 那女生 他有几种排法 就是有 4阶层种排法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把 5阶层乘上4阶层呢 就可以得到 这一题的答案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2题 男生 全部都相邻 女生 也全部都相邻 那么 会有几种排法 这种相邻的题目 你就是把 这个呢 全部 看成 一个 然后呢 这个相邻的 你也是把这个 女生呢 看成同一个 也就是呢 你把 5个男生 看成同一个 那4个女生呢 也把他 看成同一个 然后 男生跟女生来做排列 这样 所以呢 男生跟女生来做排列 有两个 我把图画一下好了 这个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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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男生 你把他看成同一个 然后呢 4个女生 4个女生你把他看成同一个 这样子 那所以呢 这两个 可以调换顺序 所以呢 这边就是2 然后呢 男生 他可以互相排列 所以呢 男生 他有 5阶层总排法 那女生呢 这4个女生也可以 在里面互相排列 所以呢 他这边要乘以4阶层 这样 所以呢 答案就是5760 第5个人 那这个人 这一个立体的方法 所以呢 请各位同学一起做吧 老师还是做一下 给各位同学看好了 这是第一个座位 这是第二个座位 这是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总共有八个座位 那四人座位要相连 所以呢 他可能是 选到这一种 也有可能是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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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总共有 一二三四五 五种情形 所以这边就是五 然后呢 每一种情形 因为 加以丙丁 这四个人可以做排列 所以呢 要乘以四阶层 所以答案就是120 那第二题 我们来看怎么做 四人座位 全部相连的情形 有几种 我们这一题呢 就是 先排空位 这个圆圈 还有这个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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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圆圈呢 都代表空位 不做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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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加以丙丁这四个人呢 可以坐在 这一些打叉的位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如果加以丙丁 坐在这一些打叉的位置的话 那么呢 他们 一定 打叉跟打叉之间 会有一个空位 也就是一个圆圈 对不对 这就代表说不相连 这样子啊 那你看 打叉的位置有几个 有五个啊 那因为只有四个人而已嘛 所以呢 你就是把 这五个打叉的位置 选出 四个来 也就是C5选4 然后呢 因为加以丙丁 这四个人呢 可以做排列了 所以呢 乘以4接 所以答案就是120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一个翻例 男同学五人 女同学两人 拍成一列 合拍成体照 但女同学必须相迷 那么 总共有几种拍法 这一种相迷的题目 你就是 要把它看成同一个 也就是呢 你要把 这两个女同学呢 看成是同一个 这样子 所以呢 五人加上一人呢 得到六人 也就是呢 有六接成种拍法 我把图画一下好了 女女 男男 男 男 女女呢 要看成同一个 你看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五个人 六个人 总共有六个人 也就是六阶层 那但是因为 这两个女生呢 她还可以 互相调换位置了 所以呢 我们要乘以二阶层 所以呢 答案就是 1440 0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范例 男同学五人 女同学两人 排成一列 合拍团体照 但女同学必须相邻 而且女同学 不愿夹在男同学之间 那么 总共有几种拍法 那我们来看 这一题怎么做 她说 女同学一定要相邻 所以呢 你一定要把 女同学两人呢 看成同一人 这样子 然后呢 她说 女同学不愿意夹在 男同学之间 所以呢 只有两种情形 这两个女同学呢 不会夹在 男同学之间 也就是呢 这一种情形 还有这一种情形 所以呢 我们这边 就是要写一个2 那她呢 这两种情形呢 每一种呢 女女 可以互相调换顺序 所以呢 乘以2 那 这五个男生呢 也可以互相调换顺序 所以呢 就是乘以5阶层 所以呢 答案就是 480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范例 她说 这7个人 依下列的情形 排成一列 方法各若干 第一题 甲乙相邻 也就是呢 你要把甲跟乙 看成同一本 要丙丁不相邻 注意一下 这一种不相邻的题目呢 你就是 先排其他的人 然后呢 再从 这一些人的空位里面呢 把丙丁插入 这是做这一种不相邻的题目的技巧 所以呢 我们现在先排 甲乙 物几更 那她说 甲跟乙 要相邻 所以呢 我用一个方块 把甲乙包起来 这样 那么接下来 你看 甲乙 部几根 总共有几个空位 我们来算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总共有五个空位 这五个空位呢 我们可以选出两个 然后来让丙丁插入 这样子丙丁就不会相邻了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就是 从这五个叉叉 选出两个来 也就是 752 这样 那你选出这两个来以后呢 让丙丁插入 那但是丙丁可以调换顺序啊 所以呢 乘以二啊 这样子啊 然后呢 甲乙 物几根 这四个人呢 可以做排列了 所以呢 乘以四阶乘总 然后呢 甲跟乙可以调换顺序嘛 所以呢 这边要乘以二 这样子 所以答案就是480 那接下来第二小题的做法呢 跟这一个翻例很像 老师就不讲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一个翻例 有六个人参加贴代人会 分别携带一份礼物交换 如果每人都不带自己的礼物回家 那么 总共有七种方法 我们先来看怎么做这一题 我假设这六个人呢 分别叫做 A A C D E A 它带的礼物 我让它叫做 A 半 V带的礼物 我让他叫做 V Cin C带的礼物 我让他叫做 C B B D带的礼物叫D-Brown 一直内推 然后呢 他说 每人都不带自己的礼物回家 也就是说呢 A呢 他可以拿V-Brown C-Brown D-Brown F-Brown回家 那V呢 他可以拿A-Brown C-Brown D-Brown E-Brown F-Brown回家 一直内推 这样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让这六个人不动 这六个人站着不动 然后呢 把 这六个礼物呢 做直线排列 这样 那这六个礼物做直线排列的话 有几种排法 就是有六阶成种 但是你看 你这样子 这些礼物 做直线排列的话 有可能发生 有人 带了自己的礼物回家的 比如说 A呢 带A-Brown回家 这样子 是题目所不允许的 所以呢 我们根据排统原理的话 要 减掉 6乘上 5阶层 这个6是怎么来的 6就是因为 可能从 这6的礼物 里面呢 选出一个 那你选出一个以后呢 比如说你选出A-Brown A-Brown 这样子的话 就剩下五个礼物 来做排列 所以呢 这边就是乘以 5阶层 这样子 然后再接下来 接下来还要再加上 C-62乘上4阶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呢 有可能发生说 A 带A-Brown回家 而且 B带B-Brown回家 这种情形 也就是说呢 其中 有两个人 带了自己的礼物回家 也就是呢 C-62 这样子 那既然 有两个人带了自己的礼物回家了 所以呢 剩下 四个礼物呢 可以做排列 也就是这里是四阶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要减掉 C-63乘上三阶 这个C-63呢 就是因为 有可能就是 三个人 带了自己的礼物回家的 比如说 A带A-Brown回家 B带B-Brown回家 C带C-Brown回家 这种情形 这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 要C-63的原因 然后呢 乘上三阶 三阶是怎么来的 这是因为呢 既然这三个人带了自己的礼物回家了 所以呢 剩下三个礼物可以排列 所以这边就是三阶 然后再来 以此类推 你看就是这样子 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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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只是根据排绒原理而已 然后你看这里 6阶层在前面的係数是 C60 那这一个6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C61 所以你看 这边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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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6 然后这里是 0 12 3 4 5 6 这样 有这种规律性 这种规律性呢 就是 巴斯卡 三角形 什么是 巴斯卡三角形呢 我现在介绍给各位同学看 巴斯卡三角形就是这样子 他最上面呢 就是摆一个1 然后接下来 往左下 还有 右下 也填一个1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 再把这个1 再把这个1 往左下 填一个1 这样子 然后这个1呢 往右下 填一个1这样子 然后呢 1加1得到2 也就是 这样子 2 然后接下来 这个1 再往 左下填一个1 然后呢 这个1 往右下填一个1 这样 然后再来 把1加上2 你就可以得到3 然后呢 把2加上1 你就可以得到 3 这样 然后再接下来 即使这一推 也就是呢 你把这个1 往左下填一个1 然后这个1 往右下填一个1 这样 然后呢 1 加3 得到4 然后3加3得到6 然后3加1 得到4 这样 那你看 你看这里 特别 第1层的系数是1 第2层的 系数呢是 11 第3层的系数是 121 第4层是 1331 第5层是 14641 那各位同学回忆一下 回忆一下 我们在国中的时候有学过 x加1的平方 他是 s平方加上 2x加1 也就是呢 他的系数呢是 121 跟第3层一样 那接下来 x加1的3次方呢 是等于 x 3次方加上 3s平方加上 3x加上1 也就是呢 他的系数是 1331 跟第4层 是一样的 第4层他是 1331 那再来 我们来看 x加1的4次方呢 他等于多少 你就是把这个平方 你就可以得到 x4次方加上 4x3次方加上 6s平方加上 4f 加上1 那你看他的系数是 146 4 1 刚好跟这里一样 146 4 1 这样子 这就叫做 巴斯卡三角形 那我如果把 巴斯卡三角形 写成CNN的形式 怎么写呢 就是写成这样子 这个E把它改成C00 那这个E把它改成 C E0 那这个E把它改成 C11 然后呢 这个 E呢 我们把它改成 C20 那这个E呢 我们把它改成C22 那这个2呢 我们把它改成 C21 这样子 也就是变成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E呢 我们把它改成C30 那这个E 我们把它改成 C33 然后呢 这个3呢 我们把它改成 C31 那这个3呢 把它改成 C32 这样 一纸类推 这就叫做巴斯卡三角形 那所以呢 你继续推下去的话 你刚好 就可以推的 这样子 C60 C61 C62 C93 C94 C65 C66 这样子 第一层是C00 然后第二层是C1071 那第二层 这是C20 C21 C22 然后 这一层呢 它是C30 C31 C33 一直下去 所以呢 同样道理 这边就是 C60 C61 C62 咱们不知道 C66 这样子 所以呢 接下来 各位同学自己做一下的话 可以得到答案就是 265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翻译 它说台中一中 90周年校庆 数学科 举行有奖增长 答对 A组题目 每题奖金200元 答对 B组题目 每题奖金300元 答对 C组题目 每题奖金400元 那现在 A组 有四题 B组 有两题 C组 也有两题 也就是说呢 总共有八个相应的题目 那巴老师呢 将题目直线排列 是 同组题目不相应的排法 有几种 注意一下 不相应 你要做这种不相应的题目的话 就是 先排 先排 然后呢 再插入 那我们这一题呢 因为A组的题目比较多 所以呢 我一定会想到说 先排A 也就是呢 那我先排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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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 这四题 A呢 把它排一下 但因为A 因为A 它有四题目 所以呢 它就是有 四阶层种 这样 然后呢 剩下 B两题 还有C两题 那它说 同组题目不相应 所以呢 A跟A之间呢 一定要 插入题目 不管你要插一个也好 两个也好 也就是呢 这个插 你要插一个题目 也可以 插两个题目 这样 那这一个插也是 你要插一个题目也可以 你要插两个题目也可以 但是呢 就是不能没有插到 也就是呢 这三个插呢 一定要 有 插到 至少一个 B或者C 一个 这样 然后呢 你看 最左边 跟最右边呢 也可以插 所以呢 你看 我们可以把 剩下来的 这四题呢 把它 分成两种情形 也就是呢 第一种情形 把它分成四堆 每一堆 都是一体 也就是呢 B B 然后 C C 这样子 这是第一种情形 那第二种情形呢 第二种情形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堆 然后呢 其中有一堆 有两个 那剩下的两堆呢 都只有一个 这样子 然后呢 他跟你说同组题目不相迷 所以呢 你这个 两个 题目一组的 这一堆呢 你不能 取VV 也不能取CC 你一定要 V取一个 然后呢 另一个 取C 这样子 这样子 同组题目才不会相迷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E呢 我们可以取V 那这个E呢 就只剩下C而已 因为V只有两题 C也只有两题 这样子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就是 分成四堆 那你看 那你看 你把它分成这四堆以后 这四堆呢 它可以放在 圈或者插的地方 但是呢 插的地方一定是要放的 插的地方不能不放 但如果不放的话 A跟A就会相迷了 这样 就不满足 同组题目不相迷的 条件 所以呢 这四个题目 这四个题目 要怎么把它摆在 圈跟X里面呢 我们可以怎么选 我们可以这样子选 也就是 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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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样子是一种选法 那还可以怎么选呢 还可以这样子选呢 1个 2个 3个 4个 这样子 也就是说 这四个题目呢 有两种插法 所以呢 这边就是 乘以2 这样子 那每一种插法呢 它都有 4阶层种排法 比如说你看 这个插法的话 因为 它有4个题目 所以呢 就是4阶层 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种情形 第2种情形就是分成VC VC这样子 那你看 这一堆 它有几种选法 我们知道 V有两题嘛 C也有两题 所以呢 这个V呢 我们可以从 这两题里面 选出一题来 也就是 C2选1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C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两题 选出一题来 也就是 C2选1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三堆呢 一定要摆在 这三个X的位置 不能摆在圈的位置 不能摆在圈的位置 因为如果摆在圈的位置的话 就有 AA相似的情况出现了 这样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你如果把 这个V摆在这个圈的位置的话 那么 剩下VC跟C这两堆 那比如说 VC摆在这里 然后C摆在这里 那你看 这边就没有办法摆东西了 所以呢 会导致这笔 AA相拟 那这样子就错了 所以呢 圈的位置呢 是不能摆 这三堆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三堆一定要 选在 X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 VC摆在这里 我只是举例而已 VC摆在这个X 然后呢 V摆在这个X 那C呢 摆在这个X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三堆呢 可以调换顺序嘛 所以呢 这是三阶层 然后接下来 V跟C 可以呼唤位置 所以呢 乘以2 这样 所以呢 答案就是 2 3 0 4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翻译 他说要用 0 2 4 5 7 9 做 数字呼吁的 4位数 那这总共有几个 数字 有6个 那现在呢 我们要把 这些4位数呢 有小而大排列 那么比 5297小的 奇数 有几个 注意一下 他是要 奇数 那我们先来看 这6个数字里面 有几个是偶数 几个是奇数 当然是有 3个偶数 然后呢 3个奇数 这样 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 千瑞数字是2 有几个 为什么我现在要先讨论 千瑞数字是2的 奇数有几个 因为呢 千瑞数 数字呢 不可能是0 所以呢 千瑞数的数字最小 就是2 所以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从千瑞数字是2 开始来讨论 这样 我把它写一下 千瑞数字是2 然后这是百位数字 这是十位数字 这是个位数字 这样 然后呢 他说要奇数 所以呢 我们 接下来呢 从个位数开始看起 个位数他有几种取法 你看 他总共有 三个奇数 所以呢 个位数 他有三种取法 然后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百位数字 我先把这个 单写一下 我们来看百位数字 百位数字有几种选法呢 你看 你千位数字已经选到一个数字了 那个位数字 也选到一个数字了 所以呢 剩下几个数字可以选 就是剩下6减2 也就是四个 这样子 然后呢 你看 你现在呢 已经选到了 三个数字了 所以呢 这个十位数字 剩下几个可以选 就是剩下6减3 也就是 三个可以选 所以呢 我们把4乘上3 乘上3 就可以得到 有36个 基数 这样 那接下来 千位数字 再来可以举多少 你看 2接下来就是4了 所以呢 千位数的数字呢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4 找到一样的道理 千位数的数字 如果是4的话 那么 有36个基数 这个方法跟我们 前面在这里讲的方法是一样的 你自己做一下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千位数的数字 如果是5的话 要怎么办 为什么我现在要讨论千位数字 数字是5 因为呢 你看 这个4 接下来 就是5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要讨论千位数的数字 是5 这样 那你看 你现在已经 到了千位数字 是5了 跟 这里的千位数字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接下来 我们还要 分别来讨论 百位数字 是0 还有2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 我们先来看 如果百位数字 是0的时候 怎么处理 我现在呢 先把千位数字 把它 摆5 然后呢 百位数字呢 把它摆0 这样 然后呢 因为它是要讨论基数 所以呢 各位数字呢 一定要填基数 那所以有几种 选法 你看 千位数字呢 已经取到了一个基数了 那这一题呢 它总共只有三个基数而已 那千位数字已经取到了一个基数了 所以呢 各位数字呢 只剩下两个基数 可以取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十位数字 你看 千位 百位 还有各位 都取到一个数字了 那这一题呢 只有六个数字而已 所以呢 十位数字 就是剩下 6 减3 也就是 等于三个可以选而已 所以呢 这里就是填3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 它总共有 3乘3 2 等于6 个基数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是来讨论 百位数字是2的时候的情形 那你看 百位数的数字是2的话 跟这里 的2 就一样了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分别来讨论 这个 十位数字 它是 0 4 还有7的情形 那有些同学会问老师说 25的情形为什么不用讨论 因为2跟5 都被 百位数字 还有千位数字 选了 所以呢 你的 十位数字呢 要讨论 那我们先来 讨论 如果十位数字是0 或4的情形 有几种 我先把这个 千位数 5把它写一下 然后呢 百位数字 2把它写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 个位数字 个位数字有几种选法呢 你看我们这一题 是要求激素 那这一题呢 总共有三个激素 但是 千位数字呢 已经选到一个激素了 所以呢 个位数呢 只剩下两个激素可以选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这个十位数字 这个十位数字呢 我们刚刚说 要讨论 0或4 所以呢 他就是有 两种选法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问老师说 为什么我这边要 讨论0或4 然后这边要讨论7 这是因为呢 0跟4 都是偶数 所以呢 他不会对 各位数数字的选法 有影响 那这个 7因为他是激素 所以呢 他会对各位数的数字有影响 所以呢 我们要把 偶数的 跟激素的 分开来讨论 这样 那所以呢 0或4的情形呢 就是有2乘上2 也就是4 这样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 千位数 是5 然后白位 2 十位是7 有几种激素 我先把它写一下 那现在就是 5 2 7 然后各位数 有几种选法 你看 他对比是要求激素 那你看 千位 跟十位 都是激素的 那这一体只有三个激素而已 所以呢 这一个 各位数字呢 他只有 一个激素可以选而已 所以呢 这边就是 1这样 所以到目前的位置 我们来算一下 总共有几个激素 你就是把36 加36 加上6 加上4 加上1 可以得到 83个 这样 你看 然后呢 你看 你做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多少 这应该很容易可以判断 他就是 5 2 7 然后因为这个是激素 所以呢 他是9 就是这个9 那接下来的激素是什么 你看 7做完了嘛 7做完了 那接下来 这个十位数呢 就要是9了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 5 2 9 那接下来这个 各位数字 要填什么 能够填5吗 当然不行 因为 现在已经填了5了 那能填7吗 当然可以填7 所以呢 各位数字就是7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前面加起来的 这些激素呢 刚好就是比5297 还要 小的激素的个数 打 我 打 打